今天有網友at我,讓我來去朝上十大加上菜詳細做法 走,今天先安排幾道 哈哈哈哈 今天要吃飯飯,我們就沒請你 等會見 拜拜 你在家裡就要吃辣椒 不愛 不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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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吼? 這麼一天? 沒有怎麼吃的 的話,也是還可以 就跟你說,先吃飯飯 不是、有了 不要吃飯飯 但我會說,你喝酒嗎? 要吃飯飯? 拿車? 拿車在這裡 拿車? 拿車在裡面 拿車在那裡 拿車在這裡 拿車在哪裡 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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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买回来了 四菜一汤 大家帮我算一下 花了多少钱 先来一道鱼头包白菜 白菜切小 起锅烧油 鱼先煎一下 加开水 丢鸡片姜 等它移到砂锅里面 再加入白菜 盖上盖子 让它包10分钟 三哥每天都在用心分享下长菜 大家有收看视频 记得点点赞 加少许鱼露 胡椒粉 平菜断 看着汤非常奶白奶白的 出锅 下一道咸菜 炒donate 炒上了咸菜 先把它切小 咸菜非常咸 用水泡一下 三哥那太咸了怎么办 那就用双菜啊 也是很开胃的 观看 再来把五花肉炒出油 如果要吃鲜甜一点 五花肉就不要炸得太干 如果怕吃太肥腻的话 就炸干一点 吃起来比较香 炒出来会有很多油 锅热 姜丝爆香 咸菜 咸菜炒出香味 五花肉下 加一点水 葱段辣椒丝 胡椒粉 不要下盐 关炒均匀出锅 下一道鱿鱼炒韭菜花 韭菜把它切成一段一段的 鱿鱼焯水30秒 捞出来备用 上头爆香 胡椒会辣 先把它炒散 鱿鱼下 来一点点鱼露 少许胡椒粉 那就是 翻炒均匀出锅 下一道炒薄壳 炒薄壳 炒薄壳用猪油 炒薄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